香港警方前晚出动上百名警力 布下天罗地网的大阵仗 连夜封山追捕 甚至出动直升机搜山 却还是让议员绑架案的六名嫌犯 逃过港警严密追气 卷走赎款潜逃到中国 这起绑架案肉票 证实是Bossini品牌已故创办人罗定邦的29岁孙女 六名绑匪上周六在飞蛾山豪宅 洗劫200多万港元 得知肉票的爸爸是香港富商就顺便绑架 之后打电话要富商附赎金 讨价还价到2800万港元 约台币1.1亿 富商周二才又接到电话 约在飞蛾山交付赎款 富商将钱分成28代 每代100万港元 刚紧在肉票获释后展开追捕 但开轿车的六名嫌犯 疑似已逃到中国 港警透过监视器和出入境资料 确认四名中国籍绑匪特征 和其中两人长相 那两人可能也是中国籍 港警重案组昨天再出动 但只找到两个装属款的大型行李箱 有些看好戏的香港网友说 港片又有题材了 陆琪峰上 也有人感叹 现在在香港 坏人都说普通话了 东新闻综合报导